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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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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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自己這麼笨 這是笨嗎 應該這樣講 居家環境裡頭有一些情況 比如說我們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而影響到我們的心態心情 所以呢 也就是說可能 有可能我們今天委託人他家裡頭 有很多 東西像這個前一式不安定 東西扮小人的格局 而且我跟你講通常是這樣 人家在跟你借錢 或者是在跟你說要一起談合作的時候 都一定是好朋友 人家是新聞他 可是我跟你講一切破局了 或發生被騙的時候 是你知道人才兩失耶 連朋友都沒了 是啊就會不聯絡了 然後就變成有時候惡言相向了 對 朋友怎麼辦啊 老師我們趕快來解救這個黃太太 他好像 呃不是 他好像蠻嚴重的 蠻嚴重的對不對 對 好啦然後這個幫他止血 OK 這就要再繼續上下去了 老師在路 好我們在這邊 委託人黃太太一家五口 運勢都幾乎是跌到了谷底 先生被朋友騙去投資 卻血本無歸 兒子與女兒也接連被朋友騙錢 或遭捲款潛逃 導致家中經濟越來越艱困 每一個都負債累累 究竟這一家人的風水出了什麼問題呢 就這一間了 對對對就這一間 哦 萬年老師 黃太太太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您太太了 沒有 老師 謝謝你 謝謝 我講成姓 我姓王 你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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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姓姓王 你姓姓王 跟我一樣耶 所以姓王 我姓姓王 我姓姓王 這個老師姓姓王 我姓王 這個老師姓姓王 我姓王 沒有啦 沒有啦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麻煩你們啦 不要這樣說我姓王 的工作 而且可以去我們的中式展示 每個禮拜都看 謝謝 連紅婆都看 看你這樣子開開心心很樂觀 我真的不放心很多了 沒有我真的不敢當心 她竟然會遭遇到這麼悲憤的事情 對 你是怎麼被騙啊 是我大兒子啊 大兒什麼的 就跟那個朋友跟他說要 要玩 要怎麼講 就是網路上 網路的遊戲是不是 他是 有去賭球賽 好像類似 類似要玩下注的遊戲 對 結果咧 結果錢你就去付 好像是 他把這個錢給他開這個 博弈網站的朋友 對 然後這個朋友 有幫他買嗎 輸掉 還是要是嗎 沒有 好像沒有 沒有買 直接拿走了 對啊錢也沒回來 也沒下注 也沒有 啊 多少錢 好像是 四五十萬吧 啊 辛辛苦苦 年輕人賺的錢就這樣沒了 被騙 對啊 啊 有啊 所以這個你後來不敢跟你講對不對 對啊 是怎麼樣被你發現 就後來他去接那個信財 我才去港台還有我老兒啊 老兒也有 對啊 老兒怎麼樣被騙 就買了一輛二手車啊 嗯 就朋友說他懂的車 他說這個有故障 想說他要拿 修理 對 結果修了好像一兩個月都沒回來 錢一直跟我兒子說要多少錢多少錢 結果還修兩萬多 快就等他拿了差不多十萬 十萬左右啊 而且還修兩個月 那車子等於他再開嗎 對啊 他還跟人家發生車禍 到底是他撞人家還是人家撞他 我們也不曉得啊 他現在就卡到官司 跟他再把官司 最麻煩了 還不是現的問題而已 為什麼有這麼多這麼複雜的東西 對啊 就164名 真的還蠻好 就很慘就對了 對 老師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格局 是他們很明顯的感覺到一住進來 就發現說家裡真的是破財連連 是 而且歲月連連 一般來說 因為我們是居住在一樓 一樓在通常來說會有幾種沙氣 是針對一樓影響最大 那當然他其實一樓來說 他可能有十種沙氣 但是我們也舉幾樣比較常見的這個沙氣 所以如果是住一樓的話 比較容易碰到的沙氣 所以要注意的喔 比如說第一個來說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房子一邊 我們再講說 如果像一樓的這種邊間有沒有 那你有時候常常就是你旁邊呢 有時候車道有可能在你 剛好在你的左手邊 就會剛好在你的右手邊 對 那麼在左手邊下來的這個地方 直接下去 我們這個左手叫龍邊嘛 所以它叫做斷 那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的採水都是從龍邊進來比較多 所以一旦斷龍的時候 採水就比較容易斷掉 是 這個在前面我們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是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剛好他們家的情況很難 旁邊這樣就有啊 所以如果是在補邊的話 是比較沒關係 補邊的話一般說 所謂的斷谷的話 一般是講雪光之災 可是龍邊的話 大部分都是來說的話 都是跟採運 對 採運被這個斷掉 哇 那你第一個最可怕的就是種 對啊 斷了 而且你們有發現 前面進來的時候 這邊通通都是水道 所以都是剛好是下水孔 所以這個採水還沒進他家 前面一個一個的都流汗 就已經流掉了 對 其實你都沒什麼 都流掉了 對 哇 那怎麼辦 我們全部看完再一起來 超美好了 先看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煞氣是 第二個煞氣叫剃頭煞 剃頭煞 剃頭煞叫四大接空 為什麼呢 我們回頭看一下 因為當我們的房子兩邊 不是一樣高的時候 出現高低邊 有沒有 我們看我們這邊墊得這麼高 對 然後它這邊呢 剛好的比較低 對 我們前面上到那個位置上看一下 超美的 對 你看看對面這個 前面像剃刀切過來 是不是剛好切在頭頂上 對 喔 真的耶 剃我們一樓的頭而已 對啊對啊 那所以你換個角度來說 你想想看 以前的人 要當這個 隨了和尚女姑 殺你的時候 是不是要怎麼樣 拿剃頭刀剃透 對啊 剃乾淨 剃乾淨之後怎麼樣 四大接空 你想想看 財 我們叫這個隨了財水 錢也好 功名利路也好 基本上來說應該都是 這個 應該都是比較厲害 就要探得比較開一點 對對對 而且要看透一點 對 那我問你喔 所以我們這邊比較高沒有比較好 高它跟低的好處差別是在於 低的地方它當然容易受到人家 就是比如說跟人家在比的時候 他可能工作上容易受到影響 而高的話如果對面的房子 你看對面房子是整個有搭建出來 對 所以前面形成一片亮光 對 剛好切在頭頂上 如果對面的房子是跟我們一樣是平的話 也沒有這個殺氣 可是這樣很像鏡子耶 所以說大家對得剛剛好就沒關係 對 那因為它又做得比較新又很亮 就像你把刀一樣 對 剛好就砍在我們的額頭這樣 基本上它就是剛好這個 我們講殺氣有時候是看位置啦 因為它剛好做上來比較高 所以剛好在剃頭的位置 那你說有沒有人做到低 或切在喉嚨 喉頭或其他位置也會用 也會用 好 好 剃頭刀你也是有 對 再來第三個是 接踢數不正確 接踢數 我們一般樓梯 是不是講說 我們有一經一頭講陰陽 對 單數數陽 雙數數陰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的樓梯數 是單數還是雙數 一二三四 對 要踩到最上面那一層喔 對 雙數耶 對對對 那我們一般來說 單數數陽 也就是我們陽宅在居住的時候用單數 所以一般就用一三五七 但是如果是陰宅來說的話 它就用雙數 陰宅 陰宅就是主間住的那一種 好 所以它為什麼分陰陽 它也是這樣一個區隔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接踢數 以前為什麼 我記得我們路過很多家 他們的這個樓梯有時候做的比較出來一點 他都說因為他們家非常注重接踢數 然後第四個就是透明大門 會犯小人 其實你仔細看它整個大門是做透明進去的 那一般你看到很多的一樓 有人會做磨砂 整片做磨砂 有人會做這個所謂的霧玻璃 比較看不進去 可是即使完全看不進去 我們就講霧玻璃也好 磨砂也好 像這完全透明也好 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我晚上人在裡頭走 其實你看得到裡面的人在哪裡 是啊 那相對的 排天的時候他坐在裡頭 坐在看電視 雖然外面可能 也許他裝到反光的一個玻璃 可是每個人經過的時候 都會轉頭看你一眼 就算他真的看不到裡面 你也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應該我們的這個屋主應該常常發現 常常有人轉過來跟你面對面 似乎相見吧 你當初搬來這裡就是這個門 那外面是有鐵門的 鐵門是會拉下來的嗎 那晚上開 睡覺的時候就拉下來 白天開 所以大部分時間還是開著 就睡覺的時候拉起來 所以這個住一樓要注意的下氣 一樓五樓 一二三四樓五樓 這個我們一一可以來解決吧 可以 首先第一個我們首先講到龍邊 因為它如果剛好是這個所謂車道或走道 通常我們在龍邊的話 也就是在屋子的這個裡面 左手邊裡面 對 擺放三支 拍出來之後呢 幫助家裡的男生 這個氣力能夠上升 一樓最兇斷樓煞 該如何有效化解呢 區塊劃分要明確 免得主客不分猛吃虧 對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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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邊看電視 在這邊邊做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坐在這邊 這裡 客廳這個區塊這麼大 應該要很清楚分割工作的區域 跟客廳的區域 才有所謂的主客的分別 當主客不分的時候 不管是朋友啊 鄰居啊或什麼 哪一個人家都會很大方啊 對